天橋 一些舊區行人天橋建造的年份相對較早 受當時的條件所限 部分軟硬件的措施 其實做得不夠到位 例如舊式的天橋 一般都以一個扶手的電梯上樓梯下的設計 相關的設計對於長者 或者使用一些輪椅人士來說 是帶來極之不方便 有一些天橋本身在設計和安裝方面 存在了一些缺陷 例如一些上樓選擇的錯配 頂篷的設計未能做到遮光擋雨的情況 亦有一些部分可能欠缺了扶手欄 導盲磚安裝錯誤 以至天橋上的圍欄過低常見問題 曾經亦有一些使用輪椅的市民 因為部分天橋雖然具備了無障礙設施 但因為周邊的路面高差太大了 而且一些通道的彎位太窄 往往就會令到坐輪椅的人士 出現了反車或撞爛輪椅相關的狀況 亦都被人批評相關的設計不接地氣 部分一些天橋 亦都為了善用它們的空間 在一些樓梯底下加進一些垃圾房 但由於它收納的空間相對比較細 未必足夠應付本身拘留一些垃圾問題 往往就會造成一些垃圾往外堆積 繼而產生了不少污水、臭味 滋生了很多蛇蟲、鼠蟻 亦有部分的天橋 亦有市民說 因為它本身要優化相關的天橋的時候 它的施工時間實在太長了 部分亦都可能太近一些低層單位的民居 往往在施工的時候 對於一些低層住戶來說 對於他們生活的私隱 永遠造成影響 我們其實都會有一些解決方式 例如天橋的設計 我們應該要以人為本 一些上落位的選址 應該要迎合居民一些實際需要 我們做到點對點 方便市民上落 提升市民的使用率 而另外一些無障礙設施 以至一些安全設計 我們一定要透過科學的實踐 透過多方面的實驗、測試 可以解決一些圍欄、扶手柄、渡盲磚 以至地面高低起伏 這些根本性的問題 另外天橋和一些周邊環境 其實我們都要注重一些衛生積水的問題 例如在我們區的地點 可能透過一些視像監控 又或者附加一些QR Code 方便市民透過市政在線等相關的形式 去提供一些訊息給相關的部門 以至方便收集衛生黑點的數據 協助相關部門制定一些清潔的頻率和清潔方式